近日,南京一高校把大排档搬进了学校食堂,为学生们送上继心服务。 6月18号,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,校园食堂推出了烧烤窗口,满足学生们的味蕾需求。 记者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院新食堂一楼龙虾烧烤窗口看到,临近晚上6点钟,不少同学已经排起了队伍,等待品味中意的烧烤。 平时只有在外面才能吃到这样的烧烤,然后在学校里面吃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烧烤,很感谢学校,然后很幸福。 该烧烤窗口提供了21种烧烤菜品,还有小龙虾、花甲等品种,能够满足学生的基本用餐需求。 学校中院老食堂一楼,东院食堂一楼,西院老食堂一楼也陆续上线大排档。 疫情期间同学们都不能随意的出入校园,学校就非常暖心的,给我们准备的这些龙虾烧烤这些美味佳肴,让我们能够不用出学校就可以感受到这些美味,我们感觉非常的幸福。 新鲜出锅的龙虾也受到了不少同学的欢迎。 我最喜欢吃龙虾了,因为好像现在是吃龙虾的好季节,然后就非常的开心。 因为很久没出学校了,然后所以学校里难得能吃到一点这种比较有味道的东西。 喜欢吃肉,都挑一点吧。 现场,排队等待品味烧烤的学生多半是回头课,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了不少烧烤品种。 而对于镜头前的小伙刘聪来说,第一次光顾全屏同学的美食推荐。 我是听我同学推荐过来的,他们之前说吃过味道还不错,然后我就过来吃。 师兄毕业了吧,想庆祝一下就买点烧烤来吃。 每天吃烧烤吃龙虾的同学都很多,因为夏天本身就是一个鹿串的季节。 羊肉串啊,鸡翅啊,骨肉香莲,龙虾啊,花甲,还有一些素菜,土豆金针菇花菜什么的,品种反正挺多的。 据学校后勤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哲仁介绍,学校前期经过充分的调研考察,引进了社会餐饮名店,并联合南京江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,携手把控食品安全与卫生,为学生们送上暖心服务。 为了满足在校师生多元化餐饮服务需求,然后我们推出了龙虾,烧烤以及点餐服务。 我们根据学生的需求,开通了四个微信群,不断的推出新品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